宅家实验室,大家好 上期我们把飞牛OS安装到了Windows的虚拟机里面 但Windows一关机,飞牛就不能用了 因此,想把飞牛OS装进群晖NAS 实现24小时不断运行 这是没想的那么简单 我一开始连续失败了十几次 不是卡在黑屏,就是启动失败 直到我摸清楚了那几个关键设置 为了确保方案可靠 我让它连续跑了14天 确认完美稳定后才敢分享给大家 今天这期视频 就带大家绕过我踩过的所有的坑 一步到位 在群晖里搭建属于你的勇动机飞牛OS 并且我还会带大家 在里面安装上自动化神器N8N 准备好了吗 在开始之前 你需要准备三样东西 一台支持虚拟机的群晖NAS 飞牛OS的镜像文件 以及一颗热爱折腾的芯 我会把飞牛OS镜像的下载链接 放在视频描述区 好了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这是官网下载的飞牛OS SO镜像文件 放在Windows桌面上 打开群晖的Fire Station 打开这个文件夹 可以把它这样拖拽进来 这样就可以上传到群晖的文件夹里 方便你后面进行安装 还有安装群晖虚拟机 点击Package Center 搜索Virtual 第一个Virtual Machine Manager就是了 可以点击下载 我已经下载好了 这就是虚拟机的图标 双击打开 点击Start Next Next 勾选存储空间 Next OK Finish 这就是虚拟机的主界面了 首先给虚拟机选择存储空间 点击Storage 点击Add Start Next 但 就是说在这个存储空间中 曾经安装过虚拟机 问我是否导入 我选删除以前的Cleanup 输入NAS密码提交就好了 好了 可以看到选择的存储空间了 接下来开始创建虚拟机 在Virtual Machine界面 点击Create 选Linux Next Next 这是虚拟机参数设置界面 这里展示的是最终的参数设置版本 期间我尝试了各种参数组合 失败了十多次 我直接射给大家那个最终成功的参数版本 这是虚拟机的名字FNOS 然后CPU的话 你可以至少选两个吧 这个NAS CPU有四核心 然后内存呢 本机内存是32GB的 所以我可以选6GB 如果你内存比较小的话 我觉得至少是2GB起步吧 然后Video Card 这个非常重要 一定要选VGA 试过其他的 我失败了很多次 然后Machine Type还是选PC Virtual Machine Priority Normal 然后Storage呢 看一下 我们需要两块硬盘 第一块硬盘呢 是装飞牛OS的系统盘 然后第二块就是存储文件和应用的 问我一块行不行 答案是不行 我试过发现飞牛的程序 不能安装在系统盘 所以一定要直接创建两块硬盘 点加号就可以添加多块硬盘了 点齿轮去设置硬盘 然后我们就要选SET接口 SAT Controller 我试过别的可能会有问题 OK Network的话呢 选默认的或者自己创建的吧 应该都行 然后其他的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设置 像ISO镜像 我们那个browse一下 找到刚拖进来的飞牛OS文件 boot from启动盘 第一次选DVD CD ROM 就会从飞牛ISO镜像文件启动安装 安装好后 boot from第一块装有系统的盘 然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Formel Air硬件模式 一定要选这个UEFI 选过Legacy BIOS 失败了非常多次 另外其他的呢 也可以让虚拟机直接去mount群灰S上的硬件 比如说这是连在我的NAS上的一个一块硬盘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硬盘连到你的虚拟机 但我这就不想了 那Permission的话呢 勾选使用虚拟机的用户 最后OK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点击Power On开机就行了 显示正在启动 点击Connect可以看到安装画面 按键盘向下的箭头 选择第二个安装方式 按Enter键开始安装 Enter 选择第一块硬盘上安装系统 Enter 正式开始安装了 很快几分钟就好了 我用20倍速快进 中间会出现类似报错的东西 不用管它 安装完成了 说要去除安装光盘 再重启电脑 Enter 关闭这个连接页面 但飞牛OS还是显示正在运行 点击Shutdown右边的箭头 点击Force Shut On 显示Power Off了 点击Action右边的箭头 点击Edit 点击Other 点击箭头 Unmelta ISO镜像 OK 点击Power On开机 点击Connect 查看运行界面 看到DBN就对了 因为飞牛就是基于DBN的 Enter 这样就开始加载飞牛OS 看见飞牛logo了 表示成功了 在网页登入这个网址 就进入飞牛OS了 如果你的机器启动失败了的话 可以Force Shut Down 然后Edit编辑虚拟机运行的参数 再试试 不过毕竟我已经帮你们踩过坑了 应该可以一次就成功的 我们可以在地址栏输入飞牛OS地址 Enter 点击开启飞牛NAS之旅 然后自己建立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进入飞牛OS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去创建存储空间 不然飞牛OS没法用 点下一步 选择硬盘20GB的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填写存储空间描述 确认创建 然后输入管理员密码 开始格式化 正在创建存储空间 完成 我们还可以安装一下飞牛相册 点一键安装 安装成功 点开相册 第一步是要选择存储位置 下一步 进入相册 点击图库 上传图片 随便上传一张 速度还挺快的 可以去给图片 添加描述信息 飞牛系统 添加标签 这个跟群晖还几乎是一模一样 确定 可以通过描述信息 来搜索到这张照片 其他的和群晖相册的功能 也大差不差 相册就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Docker里面安装自动化神器 我们看一下 这是群晖虚拟机里的飞牛 连续不间断运行 两个礼拜以后的界面 看本次运行14天 接下来我们就想演示的是 在Docker里面去安装自动化神器 N8N 界面和群晖的也是类似的 点击镜像仓库 搜一下N8N吧 第一个就是 点击下载 默认latest标签 确认 成功创建下载任务 然后点击本地镜像 可以看它正在下载了 下好了 点击这个运行 这是镜像名称 容器名是N8N吧 点开机自动开启 下一步默认5678端口 存储位置 我们可以添加的 映射文件夹 我的文件夹 可以新建一个叫N8N的文件夹吧 然后确认 确认 容器内部路径 Home node N8N 变量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粘贴 直视force 这是为了在 HTTP非安全协议下 进行访问 否则是无法通过HTTP访问的 这样呢 我们就下一步 勾选创建后自启动 它就会自动启动 创建容器 这样就启动了这个N8N容器 复制这个NAS网址 然后新建标签 粘贴 端口号就改成5678 看一下哈 就成功的登进来了N8N 注册一下吧 Next 随意填下这些信息 Get Started Skip 看这是N8N的主页 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N8N的信息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 包括自动化AI新闻简报和邮件的快速处理 还有如何快速免费安全地实现内网穿透 来让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解决了Windows关机的痛点 利用群晖的虚拟机 安装了轻量的飞牛OS 整个安装过程 最关键的就是VGA显示 Theta硬盘接口 以及UEFI启动设置 摸清了这个 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现在你的道德不仅是24小时在线的飞牛OS 更是一个经过实战检验的 稳定的自动化平台 如果这个无数次失败换来的成功经验 对你有帮助 请务必点赞收藏 你还想在NAS里玩转什么神奇的系统 在评论区告诉我 宅家实验室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